而且也会供养恭敬 而且对你会尊重赞叹 请看幻灯片 连虚空的天龙八部啊 为了听人间的法师说法 他也会昼夜保护你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你真正修行的人呢 你是会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 举方说华人里面呢 最有名的是念什么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当你很认真念普门品 你就会发觉你所求就会如燕 然后虚空诸天呢 也是会听闻佛法 也会常随修习 常随昼夜的保护你 接下来乃是于你走到诚意聚落 就是到城市去 或自己一个人在空闲的处当中 有人来 假如他想要挑战你 或故意刁难你 说你妙法莲花经修的是差的 这是假的 境界这么高 你修得如何 这时候啊 诸天啊 昼夜呢 为法顾 他会保护你 而且让 来问难你的人呢 听到的回答都非常的欢喜 最后呢 而恭敬就离开了 在这里 为听法顾 异常随事 请做个记号 这里我想讲一个石头山老和尚的故事 又是另外一个老和尚 叫奎英法师 他现在还在 他年轻的时候出家 但是呢 他因为姻缘吧 不好意思 师父直说 他刚开始是感激战的 就是他没有读很多书 但他很有善根 他就看到佛菩萨 他就想出家 出家呢 他也很认真啊 修行啊 可是他也曾经 曾经跟我说过 他曾经业力献钱的时候啊 有一年哦 都障碍很多 甚至他去帮人家诵经啊 都还要被人家骂 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好心呢 又不拿你的钱 帮你做佛式诵经 诵完还被人家骂 他就说 哎呀 他很难过 后来呢 他有一年就没有出山门 在山上 结果呢 他刚开始会有一些道粮困难 也讲得更白一点 可能呢 就没有人送饭菜来 因为我们常住呢 石头山是很大 大殿有大殿的区 当然我们也有照顾他饮食 但是有时候呢 他个人的个性有一点像 云水生 来无隐去无中 可是他亲口跟我讲 有一年他都在山上 开始送妙法莲华经 每天念一品 对念一卷 妙法莲华经有27品嘛 28品 他分成传统上是七卷 一卷大概有一个小时 或多一点 他每天就念一卷 奇怪 他念了一个月以后 两个月以后 就有信徒送水果来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继续念 他想 哎 好奇怪哦 这个信徒我从来不认识 就自然礼拜六礼拜天 有游客来 就说 师父啊 我经过你的庙里 我要供养你水果好吗 他说好好请坐来喝茶 就成为朋友 然后呢 过了两个月 三个月以后 越多越多人送来 送着呢 他这个厨房里 都堆满了米 酱油还什么 最后他也布施 到大殿供养大众 他就说很奇怪 后来呢 因为人有时候是这样 当你用功的时候 你就会很欢喜 可是当太用功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骄傲 对不对 我修得不错 你看 有人送东西来 结果呢 他又懈怠了 又三个月呢 就没有念妙法莲华经了 结果呢 一个人都没来了 他就说很惭愧 有一天他讲 哎呀 我是个出家众 我应该好好修行 人生很古短 他又向佛菩萨忏悔 然后就开始送 妙法莲华经 然后送着一个月 两个月 哎又有人送水果来了 这是真的 所以写下来 佛弟子是不会饿死的 佛弟子都是肥死的 源源葬死的 这是我讲真话 你有看过哪个佛弟子 饿死过吗 释迦牟尼佛本来可以活 一百岁 化身佛 他说我把二十年的福报 佛是八十岁入灭 留给后代的在家出家佛弟子 只要如理如法修行 我释迦如来 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跟天龙八部 一定会护持你的 注意听 不是只有出家众 在家出家佛弟子 但是你要真心 不可以假假的 不可以送一送金 就一直看窗户 哎有没有人来呀 你看什么 天龙八部想 你这个人送金 心都跑到外面去了 你要很真心 而且写下来 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 而送金 不是只为自己 虽然你已经很有福报了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国家 都还在战争 各位也知道前一阵子去年 日本大地震海啸 全世界都还有很多灾难 欧洲又有大风雪 美国动不动呢 就龙卷风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灾难 所以你要真正升起 大悲心 菩提心 成佛的心 为一切众生而送金 这样天龙八部 就会护念你 而且天龙八部 不会看清你 虽然你是人 但是你有具有菩提心的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所以他昼夜都会护念你的 假如你有恶夜 会产生所谓的发生意外 天龙八部 他也会救你的 再看下面经文 翻开八十二页 丑恶 世杰 为什么 所以者和 请做一个记号 此经 妙法莲花心 是过去 未来 现在诸佛 神力所护 所以下一尊梅勒菩萨 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讲 大方广佛华原经 梅勒菩萨要入灭的时候 也会讲 妙法莲华经 一定讲 任何一尊 贤结千佛 都会讲 妙法莲华经 所以在这里 我简单的补充一下 中国佛法有五类的经论 是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都护念的 第一个 华原经 第二个 法华经 第三个 般若经 般若经 包含般若心经 金刚经 大致论的全部般若经 第四个 是禅修的经典 像瑜伽师地论 讲禅修的经典 第四类的经典 叫 敬佛国土 比如赞叹东方 药师佛净土 赞叹西方 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 无量寿经 讲敬佛国土的经典 我再讲一遍 第一 华原经 第二 法华经 第三 波若经 第四 大乘禅官的经典 第五个 敬佛国土 这个都是大乘佛法的精华 我们学大乘佛法 怎么知道是大乘佛法 在座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佛堂 都是供大乘的佛像跟雕像 在座的所有的弟子也都从三规五戒 对不对 四鸿寺院这样学习 我们学习的是大乘佛法 所以我们对大乘佛法要兼顾不动的信心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本来我应该要放佛塔给你看的 但是我后面再放 因为我怕经文讲不完 我先讲完 待会我会补充 使过去现在未来 佛的神力所护 请你瓜胡写 多宝佛塔现前 多宝如来 多宝佛塔出现 就是告诉你 过去的佛没有时空障碍 可以跟现在的释迦摩尼佛一起见面的 同样的过去现在未来 佛的境界是没有时空障碍的 所以你念这部经的时候 过去的多宝佛塔 多宝如来 以及法华会上的大菩萨 都会互念你的 一直互念你到成佛 假如你念这部经 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会一直互念你到临终 见到阿弥陀佛 没有障碍的 假如你发愿要去见 要时如来 那临终八大菩萨 也会亲自来接你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 为什么仁二 探经 诡一旧法略说 请看经文 《妙法莲华经》 然后他才会在地狱里面 听到佛菩萨为他讲《妙法莲华经》 何况可以见得到 又能够受持读诵 这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讲一个法华经的感应故事 我现在脑筋想讲 在《法华经》感应故事里面 大概是唐朝时代 有一个出家人 他很奇怪 他是智者大师的弟子 然后呢 可是他这个有习气 就动一动吃饭的时候 都会发生 母的声音 大家很讨厌他 因为他会发出像牛叫的声音 后来呢 他念《妙法莲华经》很奇怪 古代的线装书 《妙法莲华经》 二十八品是两册 师父也有线装书 线装书就是木科版用线的 他送上卷了 非常的好听 他的声音像天女一样 像佳麟凭节声 非常的好听 大家听他诵经都很高兴 一起送《妙法莲华经》 可是送到下卷了 他用《妙法莲华经》 每一个字都念不清楚 他只要念到下卷的时候 大家就很难听 他就很不喜欢他 那因为他这样呢 他自己也很苦恼 他当时住持是智者大师 就是被赞叹为天台中的创始人 然后就叫他来 弟子啊 徒弟徒弟你过来 然后他就说 你有没有烦恼呢 他说师父有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上上卷的时候啊 很高兴 而且我觉得倒背流流 我念得很发喜 可到下卷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每个字 我都念错的感觉 然后声音也很难听 师父啊 你可不可以给我开示 后来智者大师有神通 他说好吧 给我一天吧 我帮帮你的嘛 智者大师就 那大悲神就入定 就看到他过去是 原来他前一生啊 是牛 而且他的牛呢 是这样 寺庙里面啊 外面的牛 农场 那古代 没有像我们有厨师机 下雨的时候 长津阁都会很潮湿 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把金啊 晒在大殿的广场上 叫晒金 就像我们现在出波 晒金一样 那他是一个牛 就这样子 有一天走走走走 来的时候啊 他呢刚好闻到 上卷的妙法灵华君 可是他要闻下卷的时候 出家人突然跑出来 以为这个牛啊 要把这个金书咬破 他误以为 有个出家人呢 没有打他 就拿一个竹竿 打地板 就赶他走 所以他一慌张的时候呢 下箭没闻到 就跑掉了 智者大师就跟他讲 原来你过去是是牛 而且你是这个寺庙 没有很远呢 前面的牛 有一天呢 在赛金的时候 你糊里糊涂的就走过来 那你有善根 你看到妙法灵华君会败 你就这样闻一下 你闻了上卷 闻很久 所以你念上卷 非常好听 那下卷呢 你啊 根本呢 就是被出家人赶走了 所以你没有闻到 所以下卷对你很生疏 他一听完 放声大哭 哎呀 师父 我过去是是牛哦 怪不得我每次吃饭都妈 摸摸的声音 哦 原来这是我习性 他最后就问 师父那我怎么办 智者大师很有智慧 在每天呢 大殿大概九点钟 敲钟以后 就叫他来 在大殿 拜释迦牟尼佛 拜观世音菩萨 忏悔他过去 畜生到的恶业 智者大师就坐在旁边 念佛 看着他拜 拜一个小时以后 才可以准他去睡觉 结果呢 这个弟子也有善根 就每天拜释迦牟尼佛 拜观世音菩萨 忏悔 然后一直拜 拜拜 拜了半年以后啊 他打开下卷 妙法莲华经啊 倒背如流 声音又像上卷一般 只是在法华经里面感应故事的 所以可见 有些人读某些经 他很欢喜 其实简单的说 也讲白了说 是你过去是你过去是学过 真的 但是有时候假如你读得很深色 你也不要觉得说 不要穿 这个故事并不是说 猜你过去是就牛 就是说你过去是有恶业障碍住 没有关系 只要你愿意忏悔 在佛福萨面前忏悔 拜佛 念佛忏悔 你业力 颤除精进的时候 你的智慧是会现前的 所以请看幻灯片 在无量佛国土 乃至于名字是不可得闻 何况看到了 能够受持读诵啊 你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我常常说 你有没有看过动物 会念普贤行冤品的啊 很少 你有看过狗跟猫 会跑到庙里来 投功得相布施的吗 很少 所以各位我们是有善根的 希望你要这一声继续精进 再看下一个经文 请看鬼二 探经分二 对不起 鬼二约辟广探分二 请看八十三页经文 几一不语诸辟喻 第二 语诸辟喻 注意听 下面是一段很长的长行文 并不难 我直接白话翻译 看幻灯片 简单讲 猪是国王的宝冠上面的猪 可以看到中国 还有各位有机会去韩国首尔 你看历代的帝王都有宝冠 乃至像大英帝国的女皇 对不对 伊丽莎白二世 她也有宝冠 宝冠当中箱满了珍珠 其中最中间会有一个钻石或珍珠 她是用这个比喻 古代国王也是这样 只有国王可以带宝冠 宝冠当中会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宝石或珍珠 所以几一 看幻灯片 不语诸辟喻 就是不把轻易宝冠上的珠给别人看 第二个几二语 就是展示珠 好 然后给你看 请看经文 几一 不语诸辟喻 八十三页 分二 丑一 利辟分五 银一 威服诸国 请看经文 文书失利 譬如 很有强大国力的转轮圣王 想要以各种威势降服其他国家 佛在世的时候 近印度有八个国王 其实我们讲国王 其实以现代话来讲 应该八个部落的酋长 因为古印度很大 佛陀他有八个国王 都是他的护法 因为释迦摩尼佛 多生多结修的福报 所以八个国王是做他的护法 可是每个国家呢 都会想要去占领别的国土 所以欲以威势降服其他国家 银二 小王不顺 可是有些小王啊 就不听国王的命令 为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 我们已经有了国土了 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国土呢 接下来再看 银三 起兵讨伐 可是有些啊 转轮圣王啊 他好胜心很强 希望在国 自己做国王的时候 起种种的兵 而往其他的地方讨伐 最有名的呢 释迦族被琉璃王攻占 佛陀说 神通敌不过业力 这就是一个故事 接下来 那在讨伐的时候 银四 有功赐喜 请看 王看到兵重 打战成功了 当然就很欢喜了 就会随着各个的功勋而赏赐 有时候给他田窄 有时候给他聚落成艺 有时候给他衣服 有时候给他身上庄严的这种工具 或珍珠玛瑙 有时候给各种整整珍宝 金银流离 车渠玛瑙 山湖琥珀 象马车圣 就是现代的交通工具 古代的大象马车 车圣 象马车圣 古代是没有人开BMW的 古代都是骑马车 或是象 或是骆驼 然后奴卑人民 所以在印度的文化如此 中国的也是 中国古代的帝王 只要战争一结束的时候 都会封功臣 当然也会杀人 对不对 一定的 所以这里讲是说 当打战很成功的时候 国王什么东西都给 可是有一个东西他不会给 银武 唯不语珠 唯有他法际上的这颗明亮的珍珠 他从来不会给别人 为什么 因为他只有一颗 只有国王顶上有这颗一颗 而这一颗往往只传给太子 如果给别人的话 那所有国王眷属啊 都会大惊小怪的 会想国王怎么会给别人呢 好 请翻过来经文八十四页 这是比喻 意思是什么 丑二法和分五 迎一 和威服诸国 文书施力 如来亦富如是 请看幻灯片 以禅定智慧力 得法国土 妄于三界 请妄 画起来 他不是念王 妄 统治的意思 得当动词 如来 以戒定慧的功德力 得到法 所以如来叫法王 菩萨叫什么 法王子 对不对 文书施力 法王子 对不对 得法在三千大千的国土 他可以统治于 玉界色界 无色界 妄于三界 而可是啊 银二和小王不顺 谁不肯顺呢 魔王 所以今天要讲魔 玉界天的魔王啊 他不肯顺从 因为玉界的魔王啊 嫉妒心很强 占有心很大 他看到释迦摩尼佛 称佛 他是不太高兴的 前几天都有讲 佛怎么成佛 他降服了贪嗔痴的烦恼 魔王派了三个美女来 万马群中来 最后魔王亲自献钱 抓佛陀 可是都被佛陀降服了 所以当佛呢 成为三千大千世界的 证悟者或觉悟者 其实所有的众生都很高兴 有一个人不高兴 就是魔王 魔王不肯顺从 请看下面经文 银三 和兵 和起兵 讨伐 所以如来呢 就各种叫各种 圣贤诸将啊 与魔王共战 银四 何有功喜赐 就是说 其有功者 心意欢喜 在四众当中 为说讲其他的精简 讲阿含经 讲大方广佛 大 就讲大乘经论 讲地藏经 讲药师经 讲无量寿经 讲很多人的经论啊 都让众生很欢喜 而且会告诉他 怎么修禅定 写托 无漏 五根 五粒的各种 所有的 唯妙佛法 可是啊 也赐予幼父 赐予涅槃之臣 严得灭度 引导其心 让所有的众生欢喜 可是银五 何为不语诸 就是说 佛只有到要入灭的 前几个月 一生才讲 妙法莲华经一次 可见法华经很出色 而且佛讲完法华经以后 就讲涅槃经 涅槃经完了以后 佛就告诉阿南 我要到 Kushinagala 居斯纳罗城 两棵树下 三个月以后 我就入灭了 佛一生也只讲 一次妙法莲华经 可是无量寿经 佛讲过多次 很多的经文 像大波耳经 波耳经系列 佛一生讲了 二十二年 都在讲波耳 只有妙法莲华经 很特别 当然华严经 也是只有讲一次 妙法莲华经 也是讲一次 为什么呢 这个呢 是像国王宝上的珍珠一样 太稀有了 所以他不会轻易告诉人 答案是什么 众生的根器 还没有到时机 接下来再看 几二翻过来 八十六页 与朱辟裕 分二 丑一 利辟 温书失利 如转轮圣王 见到所有的兵啊 跟将领啊 打仗回来 有大的功劳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欢喜的 以此男性之珠啊 久久藏在头发当中 从来不给别人看啊 现在国王拿出来给别人看 所以很多人对 哇 这样很惊讶 为什么叫惊讶 连阿南 也五百僧文弟子 连佛陀的太太 耶稣陀罗 佛都跟他授记说 女众将来也会成佛 这是一辈子不可能的 只有在《妙法连华经》 佛为所有的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授记 你都会成佛 当然啊 这非常的震撼啊 对不对 你现在看 假如现在佛站起来告诉你 某某某 你将来一定会成佛 哇 那大家很高兴啊 对不对 他将来成佛啦 一定要稍微巴结他一下 可是有些人就会不高兴 那佛你怎么没有讲我咧 所以佛就五百弟子 一个一个都授记啊 这是非常壮观的 是不是 请看下面经文 丑二法和 如来亦复如是 在八十六页底下 于三界中为大法王 以圣生的教法 教化一切的众生 看到贤圣君 贤圣君写一下 叫三贤十圣 还以华严经的角度来讲 十圣是指十地的菩萨 三种的圣贤 十种的菩萨 就像军人 与什么呢 与五阴魔 烦恼魔 死魔共战 请看幻灯片 现在要开始讲魔了 各位要深呼吸了 的确是有魔 但魔的定义 跟你想的不一样 有大功勋 灭了贪嗔痴三毒 度一切的六道众生 出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结果呢 所有的众生啊 都正阿罗汉 所有的众生呢 都到佛的净土 哇 这时候魔王很紧张的 所以魔王啊 他希望你 不要出六道轮回 因为魔王也在天上啊 甚至魔王所居住的 天宫都比 弥勒菩萨还高 各位要去看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有二十八成天 或三十三天 弥勒菩萨 他住在欲界里 因为他的慈悲心 也五欲六成的众生很多 弥勒菩萨 其实他住在净土 但是他的大悲愿力 在兜率内院 兜率内院 是属于欲界 还有色界 无色界 那魔是住在 色界跟无色界上 其实他住的范围 是比较高的 他可以往下看 还看到 哎呀 这个又有个佛弟子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哇 很不高兴 为什么 好像又有一个人 跑掉了感觉 可是呢 那他就会考验你 所以 什么叫考验你呢 待会会讲 五欲六成 会考验你 所以请看经文 有大功勋 灭贪嗔之三毒 出欲界色界 无色界三界 破除所有的魔王 而此如来 请看经文八十七页 而此如来都很欢喜 此妙法灵华经 能让所有的众生 得到一切种智 成佛的智慧 一切世间的多种的怨恨 男性 种种的困难 先所未说的呢 佛今天彻底的说了 为什么呢 请继续看 请看幻灯片 《波周三昧经》有讲 佛有三种力量 请抄起来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这个是我在演讲里面常常讲 有些佛友也很熟悉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佛力加持 在法华会上 像释迦摩尼佛跟多宝如来加持 无量诸佛加持 第二个 法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或叫 Th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就是你修妙法连华经 法本身有功德力 第三个 自力 The power of yourself Yourself是讲 Your daily practice 你现在还能有善根 很认真 很虔诚 来这边送 妙法连华经 然后呢 你送法华经 本身就有很大的功德 那所有的福利 也放光加持 在台湾 乡下有很多人 一字一拜 拜妙法连华经 有很多 阿公阿婆 他没有读书 他就拜妙法连华经 很虔诚 结果经文一打开 就出现很多 舍利子 这是真的 这叫一读经 而拜经 而生出 不可思议的舍利 舍利是超乎科学的 但是舍利子 你要小心 现在东南亚 有很多是假的舍利 可是真正的舍利子 它是有功德的 而且真正的舍利子 会继续增长 可是若你懈怠 不恭敬 不羞食的时候 你放在家里 不烧香 不早晚礼拜 好好的受持 舍利子过一阵子 就不见了 舍利子也会不见的 不见的话 当然是不好的 这个 征兆 所以 透过佛力 法力 智力 你才能够闻到 妙法连华经 好 在这里 我先讲 什么叫做魔 接下来 请专心听 你要操也可以 不过可能操不了这么多 不要急 我没有全程录影 第一个 什么叫魔 刚才讲 请看经文八十六页 与五阴魔 烦恼魔 死魔共战 魔是指折磨的意思 简单的讲 它会破坏你 法生会命的恶缘 都叫魔 所以魔罗 情叫做杀者 抢夺修行人的功德 法财 严重的会杀害你的智慧 法生 事命 所以叫魔罗 什么叫做魔 是呢 如佛以功德智慧 度脱众生 进入涅槃而为世 而魔呢 也是如此 常常破坏众生的善根 让它继续在六道轮回流转 这个叫做魔 所以魔有抽象的 也有具体的 若一个人能够安心办到 我们常有一句话叫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所以在世传波罗蜜 或般若经里面 佛都会告诉你 魔是什么 你要先辨别清楚 你能够了解到 什么是真正障碍你的 具体的或抽象的魔 你就不会被欺骗 因此明辨模式的正确心态 请看有五个 第一 特别对禅修人而说的 因为你在修行当中 你的身心会能量开始变化 有时候你身体坐在这里 但是你会看到 不是这个世界的 这个各种状况 所以佛要判断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举一个例子 我印度有一个伟大的老师 我不要说他名字 他就曾经公开法会说 我们现在法会大家很殊胜 你知道吗 他坐着 他真的看到天上的天人 也坐在虚空中 听闻佛法 他有一天真的讲出来 我们吓了一跳 可是他说 你们看不到 答案你们的心 很混乱 不够精进 可是我为了讲这个经 他讲经嘛 他很虔诚羞耻 他说我在闭关的时候 常常看到天人 就在我的房间飞来飞去 而且我可以跟他打招呼的 这个不是妄语 是真的 所以第一个 你看不到是因为你的心 不清静 你看不到往上的天人 或天龙八部 你看不到观音跟地藏 可是它存在 第二个 还有一种会看到膜 是往下 你的恶业 跟他们的磁场能量 在同一个频率 举个例子 新加坡的年轻人 听说叫night cat 晚上睡觉 是夜猫子 对不对 白天精神不大 晚上呢 像猫头阴阳 眼睛非常好 夜猫子 所以你的能量 都是跟晚上的众生 比较能够互动 所以有些就会看到 奇奇怪怪的东西 第二个 讲魔并不是恐怖的 末法思想 这点要先说 我曾经公开讲 不要去弘扬 世界末日的思想 虽然佛教里有讲末法 末法是指说 众生啊 正法 相法 末法 对不对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万年 末法一万年 没有错 这佛是这么说 但是它不是要弄得大家 明天 Tomorrow will be the end of this world No 这样会弄得大家恐怖不安 注意听 末法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众生 本身对佛法 没有信愿型的善根 第三个 听说一贯道 跟其他民间宗教 动不动就用两个字 魔考来了 你会讲魔考的话 表示呢 你不是正式的佛教徒 为什么 并非外道徒讲魔考 其实魔根本不会来考你 什么 烦恼妄想 是你的魔 我们啊 尤其我遇到很多像一贯道 动不动 哎呀糟糕 我最近遇到魔考 我说 才不是魔考啊 你自己妄念太多 观世音菩萨 最近来考验我 动不动到我旁边工作 都是辣妹而且穿得很凉快 那问题是 你自己的心喜欢去看这些嘛 那你为什么推个观世音菩萨呢 所以外道人动不动 为什么叫魔考 就一切是由外在的力量所主宰的 哎呦我告诉你哦 我今年生意会非常好 因为魔考呢 我通过了 通过了好像先般一般 这些都叫做执着有违法 这个不是佛讲魔的 原来本意 第三 第四个请看 抄下来 真正的魔障 是来自己的恶悦 以不清净的念头 我们在过去修行 都有业语烦恼 就像我比喻 像大海的海浪一般 海浪来的时候 不一定海水都是干净的啊 会带着夹杂的泥沙 泥土啊 还有垃圾啊 所以妄想 分别 执着 占有 忧虑 牵挂等等 不清净的念头 这才是真正魔 所以有人说 哎呀师父我要学禅作 是不是要去最好去上禅作班 答案我觉得应该要 不然你就说哎呀糟糕 我自己在家会不会走火入魔 其实你根本搞不清楚是魔 当然学禅作还是跟师父学会比较好 或是佛教团体 有教初级 中级 高级 禅作班 你跟着学 你的心会比较安 为什么 因为身心变化 你会了解 最后看一个 从波尔波罗咪的角度来讲 魔的本质也是无我的 是空性的 昨天我在讲 佛要成佛 第一个 天魔派了三个女生来 对不对 啊的一声就给佛降服了 佛降服了贪的烦恼 第二个 魔派了万马军腾来 全部射箭 射到佛的时候变成莲花 佛有慈悲三昧 表示降服称的烦恼 最后一个 魔就陷到高达玛西达塔 这下你跑不掉 我抓到你了 佛说了一句话 本来就无我 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魔就啊的一声走了 所以写下来 什么降魔 般若菠罗蜜 所以各位 假如你觉得你最近很奇怪 家里不太清静 或什么 你可以念大悲咒 普贤品 但我建议你全部念完的时候 最后你给我念七遍般若心经 念二十一遍会更好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恶 出一点声音自己听 玄庄大师从西天取经 他一辈子就修两个法门 第一个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第二个他念般若心经 般若心经是可以降魔的 好现在讲玄大安大师 我就讲他怎么降魔 有一天玄庄大师走到中亚基兵国 这个叫食人竹 他突然看到东方有个唐三丈 三丈肉很好吃 白嫩嫩的 那他有一个不好的习俗 就是要祭天地鬼神 他就把玄庄大师抓了起来 事实上玄庄大师旁边 没有唐三丈 也没有松武功 也没有猪八戒的 那他只有一个人或是随从 最后他被抓了 抓了就被绑起来了 唐三丈虽然是菩萨 可是他没有武功 那食人竹就抓了起来 然后呢就把他煮一个火在下面 然后就这样子 这样跳 然后他要祭祀之前有很多仪式 最后玄庄大师懂多国语言 他就跟首领说 你要祭祀 你可以不会给我十分钟好不好 他说为什么 他说既然要祭祀你的神 你就先让我念念经吧 祝福一下你的神 而且我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 也臭臭的 请你拿点水来好不好 他想好啊对对对就拿水来 水来他就擦发脸 然后呢他就开始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念梵文的 然后念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听说玄庄大师是念的是梵文 因为他懂梵文 他一念的时候你知道 狂风暴雨啊 闪电交加 然后呢打雷一打呢 就把那个祭坛给摧毁了 他说哎呀糟糕了 对不起我要喝水 太精彩了 他说哎呀糟糕了 我们抓错了 这个天地的鬼神都会闪电打 绝对不能杀他 杀他 结果他一念波罗心经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 天龙八部呢 九出现了 观音菩萨一放光 他被绑的绳子呢 哎就通通都断了 玄庄大师鼎礼观音菩萨就离开了 所以从这个故事看幻灯片 摩的本质也是无我的空性的 菩萨菩萨可以降摩 最重要是降服你心中的妄想 分别执着占有 现在我表演给你看 常常很多佛友跟我讲 师父你帮我看一看 我旁边有没有那个 那个 我说有哪个 有没有鬼啊 有没有幽民界众生 我最近觉得 我旁边很多奇奇怪怪跟我 我说你的大头鬼啦 你心里有鬼 我不能说我修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旁边 真的有幽民界众生 我看到我会跟你讲 为什么 你看我们的心像沐浴 我们会猜外面的东西 好像很多东西跟着我 最近有人说 哎呀师父我夜伤很深 我常常身上会发出臭味啊 我当然臭啊 你三天跟五天都不洗澡嘛 怎么会不臭呢 但是我们会去猜 注意听 妄想是你最大的魔 写下来 不要胡思乱想 尤其东南亚的人 都喜欢什么都拜 什么都拜 只要有拜 有保比呀 所以你乱乱拜当中 你也可能拜了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自己并不知道 比方说你去看 嫁鸡扶兰的 师父在没有学佛之前 也经历过 然后他跳 南海不国 观世音来了 这样跳 真正观音菩萨 不会这样来的 但他不会说 其实那是鬼神教 就是啊 可能天地之间 有多才鬼 有孤魂野鬼 他喊啊 他来了 他想他是观世音菩萨 你就会对他拜 事实上 因为我们不会对一个 仰望虚空 我们并不了解的万批评 因为我们怕 万一他是观世音菩萨 那我批评 那讲错的话 我会不会堕地狱 所以他就是利用你这个心理 事实上那些 都不是观世音菩萨 是鬼神 然后呢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也遇过 他们家有四个女儿 然后单独呢 都是嫁机扶软的 四乘以二十四 所以一个人坐六个小时 就好像呢 值班一样 对不对 而且这四个女生 都是单身 不可以有男朋友 也不可以有性行为 就是很纯净的 pure 坐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跳了 观音菩萨来了 观音菩萨来了 就开始了 其实那些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你们喜欢相信这些呢 对不对 你觉得很好奇 然后呢 完了以后呢 等到六个小时 他就绑下去 很虚弱 他说我已经耗尽的能力度众生 接下来就换第二个女儿又上来 观音菩萨又来了 然后呢 你问他的事情 注意听 小的事情都很准 他们的眼睛像X光一样 看到你曾经堕胎 你得了癌症 你做了很多 别人不知道的事 所以一讲啊 就把你吓到 哎呀 我这边一辈子的秘密 连我老公都老婆不知道 他知道 对 你被他说中了 他就是利用你这个心理 然后就概概的 来呀 做功德啊 来呀 那边有钱啊 你自己发心啊 观音菩萨很灵的 要还愿哦 对不对 写下来 还愿是民间宗教的思想 不是佛教 观音菩萨 清静庄严累协修 然后可是呢 你因为得到了一点好处 结果 你不敢不还愿 下次就带珍珠 然后还牌 金牌 结果呢 很多呢 民间宗教的观世音菩萨 就挂满了金牌 其实观音菩萨有没有拿到 没有 妙宫拿走了 答案你很 没有智慧 了解吗 然后你问了很多事情 小的事情都很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有小的鬼通 好 神通有几种 请写下来 第一 吃药 也会有神通 第二 念外道的作数 也会有神通 第三 与幽民界众生 小鬼或非人沟通 也会有神通 第四个 是真正修界定会 也会神通 佛教讲的是最后一个 不是前面三个 我再讲一遍 念外道咒 也会有神通 道教的有些咒 你不要小看 有些力量很大 咪哩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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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嚕咕嚕 他就真的很有力量 第二个 是要让你进入恍惚的这种精神 高精神沉戒 你也可以看到过去 现在为来 第三 跟非人 幽民界众生 沟通 比如说有些拿动物的血 去喂他 祭拜他 你问他小事情 他会告诉你 可是啊 你问他大事啊 都不准 好好行善啊 对不对 好好念佛啊 不要忘了功德相要头啊 就是讲最后一句啦 为什么你们要相信这些呢 对不对 再看下面 魔有四种 一 烦恼魔 二 五因魔 因入戒魔 第三 死魔 第四 欲戒天魔 好 当佛陀讲他成佛的话 降魔是降什么 第四个 欲戒天 天上的天魔 他做的比米勒菩萨还高 他也有过去的广大福报 他也有很多眷属 然后呢 他就是怕你离开六道轮回 所以真正的魔 他不用来出自现前 他只要让你的贪嗔是烦恼 出现了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啊 相信的人呢 不相信翻脸吵架了 所以 写下来 僧团不合合 也是最大的魔障 各位真的要去读波尔经 波尔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都讲这些 请看第一个烦恼魔 请看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大制度论里面说 我们有十种魔 请看 欲是你第一个魔 忧愁 饥渴 触爱 睡眠 不畏 怀疑 后悔 称惠 喜欢明文立养 人家赞叹你 自己很高傲 傲慢心 看不起别人 这些啊 通通都是魔 会淹没一个出家 修行人的道心 我 释迦摩尼佛 以智慧禅定力 破此魔君 成就无上佛道 所以简单的讲 佛什么叫做降魔呢 他的身口意完全清净 所以 那你为什么会碰到 奇奇怪怪的事情呢 答案是讲 老实讲 不要生气 因为各位贪 你总想贪一些神通 快速解决你的苦难 你总想不劳而获 因为你有贪 魔就利用你 外道或民间宗教 就利用你 就好像给你一点糖吃 哎呀 很准耶 师姐师姐你要不要看 我告诉你 我一辈的秘密 没有人知道 我老公都不知道 他竟然讲出来了 那假如师傅要表演这一招 那你要不要跟我呢 我不会做这个事的 因为我做这个事 我是个出家人 我会堕地狱的 我怕因果啊 有些人是不怕因果啊 只要为了利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所以答案是 佛没有办法救你 佛只能告诉你 自己选择善恶 所以烦恼是最大的魔 这是第一类 第二个 因此修行要有三种助援 第一物质的助援 饮食 衣服 握具 汤药 第二个 你要真正好的老师 跟同参道友 尤其是老师 这里的好的老师是 真正的 他在修行上 在佛法上 或在修持上 或你人生真正 能碰到很多生命的困难 精神的问题 生理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他都能够帮你去突破 而学的心 不受外境影响 要找到这样好的老师很难 而且你要真的要很有福报 第三个 修持的主要精进的原因 是身心没有障碍 要有正念正知 甚至要精进波罗蜜 我讲台湾一个法师的例子好了 台湾有个法师 她刚开始修行出家 也是很精进 十几年以后 出去奖金红法 在奖金红法 碰到自己多生多节的夫妻缘 有一个女居士 非常这位喜欢法师 甚至缠她 护持她 她走到哪里奖金 都一定要坐在她前面 帮她端茶 缠到最后呢 有一天她就跟师父说 师父你太棒 还俗吧 跟我结婚吧 我们在家也可以做 为摩节居士的 哎呀这个时候 法师真的被吓到了 因为她十年红法 必然碰到这个女众现前 她最后她还有善根 她就跑回山上 在埔里 然后见她师父 师父说你业障现前了 怎么办 闭关 拜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神咒 结果你知道那女生呢 穷追不舍 管着官房 跪在门口跟她说 你若不出来 我就自杀 哎呀 真是大魔杖 结果呢 她没有出来 后来其他的法师 就跟她讲 你居士你不要闹 人家已经出家了 她说不行 我最喜欢她了 她生生世世都是我老公 我非她不嫁 不然我跳楼给你们看 就这样子弄得大家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样子 最后 所以其实对不起 阿弥陀佛 女人是蛮可怕的 就是你啊 冲昏了头 一哭二闹三上吊 为了得到一样东西 什么都 最后她拜观世音菩萨 最后呢 不得已哦 她呢 他们的寺庙 只好叫警察 叫台湾警察来 她不 她觉得闹啊 死啊 拿着刀子 最后呢 很抱歉 她门打开了 好吧 我跟你结婚吧 你不要自杀吧 这叫做最大的魔障 魔什么呢 过去的情缘未了 这个是魔障 魔和波日波罗咪金有讲 阿弥陀佛 修行不容易啊 接下来看第二个 阴入戒魔 有三种 一五阴赤圣苦 你没有谈面的魔 可是你心中啊 贪嗔痴 烦恼很多 称心很强 欲望很强 甚至佛经里面还写说 欲望强到呢 不择禽兽 连动物都可以交配 很可怜啊 你看看现在的西方人 对不对 就像一个 crazy animal一样 第二个 人我是非很复杂 这个也是你的障碍 也是魔障 就是走到哪里啊 都很多八卦 有些人有会这样 很奇怪啊 他不喜欢 每个人走到这个团体 他就被讲了很多八卦 但是换另外一个公司 就大家都讲他的八卦 有些没有的没有呢 也会扯出一些男女的问题 其实他本身没有 其实这个也是魔障 你要灿除 你过去的恶业与习气 没有灿除 就像镜子上面的灰尘 没有擦干净 这也是魔障 第三个 内外的环境呢 障碍重重 这也是魔障 好 第三个 死魔 死是很难的 每一个人都逃不了这个 请看 死魔 生命中断 让你无法修行 比方说 北传佛教 当你临终住念的时候 重度的昏迷 神事不清 虽然很多人帮你念阿弥陀佛 那很可惜 你没有去极乐世界 因为念佛 你也听不到 你也就堕落了三恶道 或来生投胎做人 第三个 藏传佛教 普瓦法 或是纳六落法里面的 灵终千世法 或藏传佛教 有中阴深救度法 或更高的梦于解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教法 我只是简单介绍 将来你要修的话 要找到好的老师 亲族单独教你 或私底下教你 做梦 你也可以休息